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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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丽 别担心 感冒发烧 拉肚子打嗝 什么病我们都能治 原宝 原宝在吗 你还好吧 我 停 有事快说 没事回家洗洗睡 门口风大 我还感冒 元宝 你一定要帮我 我要钱 你家是开钱庄的 你问我要钱 但是我爹的钱 我又没钱的了 元宝 你帮帮人家吗 元宝 求求你别哭了 你这样哭下去 我的脑筋都嗅掉了 怎么想办法 那我不哭了 你早点休息吧 明天早上我在洛神画坊等你 元宝 你真好 快吃 不然又要被吉利烦死了 小馄饨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吃汤团 出大事了 钱庄着火了 吉利要嫁人了 你不知道 亏你还总说自己多聪明 我才不像你 帮我打听大喇叭 我才不是 我是靠观察 靠江湖经验 不相信啊 好 我问你 最近有没有觉得吉利精神恍惚啊 情绪不稳定 最重要的是 我已经一连三天看到他在洛神画坊门口发呆了 三天呐 洛神画坊 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事实 那就是吉利有了心上人 吉利有心上人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 会是谁呢 我在洛神画坊等你 难道 他喜欢我 岩板 人家等了半天 你怎么还在这里吃汤团 嗨 吉利 嗨 龙小侠 我们走吧 去哪 洛神画坊 可不可以不去 不可以 不要啊 祝祝 有没有搞错 对我视而不见 眼里只有元宝 他们去洛神画坊 难道吉利的心上人是元宝 好 好 这里是画婚纱像的 给人看见容易起误会 快走了 燕宝 你知不知道这是每个女孩子都有的梦想 燕宝 我想要这个 原宝 你还好吧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 再过来 我这喊人了 元宝 你怎么了 吉利 吉利 我们都还小 还有很多事情没做 不用那么着急 不着急就要被人家买去了 什么买去了 就是我让你看的那个凤冠 那是奶奶的凤冠 奶奶一直很疼我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我高高兴兴的出嫁 奶奶说要把凤冠送给我当嫁妆 那是她嫁给爷爷时代的 可奶奶病逝后 爹就把凤冠卖掉了 我找了好久 前两天终于在洛神画坊看到了 我没有奶奶 有奶奶多好 会有值钱的好东西留给你 哪里像我 从小一穷二白 让人看不起 能让我原始混沌小元宝掉眼泪的事情不多 我一定帮你 你现在有多少钱 这些都是我 一个铜钱一个铜钱攒起来的 可还是不够 够了 你想干嘛 想想看 怎么才能发财支付 勤俭节约 从牙缝里剩下每一个铜板 大小姐 有没有听说钱生钱 钱生钱 怎么说 那要先给他们拜堂成亲了 元宝小贴士 存钱 存进去十两 拿出来还是十两 但如果拿钱出来做投资 投进去十两 也许拿回来就是二十两 这就是钱生钱的道理 所以光汇存钱是没用的 懂得赚钱才重要 那我们投资什么呢 是 我们投资什么呢 我的这点钱只够买一筐棒棒糖 就是棒棒糖 猜猜去猜猜 大功告成 价格是不是高了 普通的棒棒糖跟超凡脱俗的自动贩卖机结合到一起 价格高一点也不会有人建议 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 真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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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来了 小熊 怎么了 这里有个超级好玩的机器 只要让十个铜板进去 几乎有棒棒糖掉出来 太有意思了 好奇心也是一种盈利点 小熊 原宝 那个凤冠 老板不可卖 哎呀 别这样看人家嘛 不好意思的呀 哈哈 这下人当巨货 吉利 你是不是喜欢原宝 快点从事招来 喜欢你个头了 女孩的心思不要猜 在准备前 跟着我一起的深海 下起 左高音都要来 没有通永 没有困难 让世界充满 缓坏一个爱